NCC提出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哀红全面钳制言论自由 被算根本是网络东厂法 引发庞大民怨 因为一旦中介法通过 只要政府说不是真的 百姓就不能说 消息也通通看不到 类似网红踢爆柬埔寨内幕 或林志坚论文抄袭 全部得以下架 也许是政府不喜欢的言论 平台有可能直接把你下架 所以这个部分就等于是 封杀了一些政府不喜欢的言论 什么事情都是政府说的算吗 你能不能说话 你可以说什么 都是由你的政府来替你决定 让你从源头连讲话都不能讲 今天如果你不出来说话 明天你就没有办法说话了 冲刺东厂条款的 二十一世纪网络戒言法 网友气炸 连续三天灌爆蔡英文练书 怒轰厉害了 你直接把人民嘴巴关掉 眼睛弄瞎 让百姓什么都不能讲不能看 还有人说自己是投给你的817 这次再投给你 就是817 中华人权协会也红 中介法比文字域更恐怖 PNCC关闭电视台 十随之位 准备钳制全民言论自由 简直无法无天 学者廖元豪叶 呛政府是拿打假鸡毛当令简 现在钳制我们最大的 就是民进党政府 就是类法歧视 类威权 类戒言 实在是无法无天 完全没有界限的 一个言论的控制 眼看全台大反弹 连绿营自家人都反对 苏葵急踩刹车 NCC急转弯说绝对没强推 高度怀疑这是缓兵之际 正选后继续推动 蓝军红民进党假缓夹 真强推 就怕年底选举一过 政府污住耳朵 再也不听民意 记者中报道 他是澎湖浮蓬喜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那它已经能量到这套 你 laborat can 就像这样一样 那么 您 玩 你 我 我的